我认为报告以前,我给各位报告说 是怎样的专议要来报告 因为七月千亿开始,11月30日 国旧的旧旧开始要编列预算 就是你的旧旧旧算到底要怎么编 变造以后,蒋和顺序也是预众 金群就去佔你 expanding 现在开始做半年预算的编列 这个旧旧旧旧旧旧介义后 国内庭布局开始编列说 你要执行业务的预算 因为台湾的观团 无法 pill下降 這個要做一本筆 搞不清楚 所以這個要做綜藝的報告 我拜託告訴你,你要做筆記 他收聽,不然你今天他想去聊天 要怎麼編,要從很簡單時間 或很累的時間,馬上就告訴他 這個一本筆要怎麼編,而且他想去怎麼編 謝謝 各位同心,我現在說這些東西 如果是聽不清楚,或是有疑問 他就要跟他手來問 要跟他了解的好事 因此有一個語言是比較理論 一般人不是託財經 還是去託財經 如果沒有託財問,成分消費分析 也很害得了解 我跟我們說說,我們的便宜什麼便宜 我們把時間做一個橫走 時間是越來越過 每一種時間都很重要 做一個意想,做一個問題 做一個問題我們要解決 但是一個年度裡面 做一個問題要解決 我們要解決,我們外套給我們自圓悠閒 自家悠閒 外套,每一種都解決 不要緊 那位小子說最重要的是什麼 那優先順序要排列出來 那邊預算的言語就是 先排列優先順序 但排列優先順序 要怎麼去排列呢 那邊說,我這間來比較重要 做一個問題很重要 但這邊說,我不是 我這邊很需要什麼 很需要排列在那裡 比較老的人,一個小朋友說 啊,我就要教人福利 你如果一個年輕的小朋友說 我這需要教育福利 所以,目標毀制 大家收集慢慢的,現在開始在哪裡 不一定 就是說,這邊說老人福利 要一百萬 這邊說教育福利 要一百萬 結果,總經營才一百萬 我們預算,總預算,總收入 稅息才一百萬 要怎麼分配合,大家都完成 所以,有一個優先事序出來 這優先事序 不是有政府法院的法定 第一,古典協派 在威爾聖以前 就是威爾聖總統以前 古典協派 都因為所有的公文 都有公正的心 所有公文在所做的法定 不是由他個人 不是由他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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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党和政党 是由他在所 或是所有民眾的心 所以,主人 他會變成一個什麼 他變成一個時候 他拿出來的建設 或是他選邊傳 都是對大家都說的 這是古典協派的主人 但是,威爾順耀 還會懷疑 是這個組長 不是這樣 這個決策者 這個公務官 他也是人家做的 他也是伯父做的 他的身光也是軟的 這邊有人給他寫紅包 說,你就付我比較多的交易福利 另外這邊有人給他寫紅包 你會付我比較多的老人福利 要求的一百萬而已 這邊要一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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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安裝 我都做決定了 最好結果是 一個設定國家 他會去想辦法 都沒有給紅包 像這樣說 寫紅包和一個紅包 我就給他這個議選 不給紅包 我就沒有議選 他說就是這樣 中華文化就是這樣 五千年的歷史 就是五千年的歷史 就是五千年的歷史 就是三千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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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進步 我們現在要用一個新的概念 時間一直在過 每一年都有很多空間 但是中華一定有很重要的 就要先排列 優先思綠 第一條是誰 第二條是誰 重要目標 主要目標就是 一起 主要目標就是一直排完 要怎麼排列 優先思綠 就是我們一個建設計劃 我們一個支出計劃 要你計算它的一分比 一分比 一分比大於一的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開除 它的效益 它對全民福利的增加 是大於一的 如果一分比小於一的話 你一百萬開除 你所發生的效益 是八十萬、八十萬、五十萬 那就沒有價格 那就是怎麼回去了 因為你發動不回收 發動會產生回收 再回收 再支出 這樣的能力 所以 你變計算的時候 第一條就要先 變內優先順序 要這樣變內優先順序 就是計算 你的一分比 越高的 表示 這個社會 需求度 越強烈 一分比 就擺在想順序 這擺在想順序 這擺在想順序 那是說 10個月 10個月 所有的費用 要一千萬 要一千萬 要一千五萬 10個月 擺下來 一分比大於一擺下來 要一千五百萬 但是屬於 政府的收拾 可以收拾 只要一百萬 一千萬而已 那如果擺下來 一分比最高的 3.5 3.0 2.8 2.5 好年齡 這樣擺到 擺到 1.5 這樣 開起來 只要一千萬 1.5到 以下的 1.4以下 就都要捨棄了 就要捨棄 捨棄 不是說 完全不在做 是說 這個年度不偏 下個年度 有潛在的偏 有這個方式 這樣 你這個茶園才不會浪費 一分比 越高的 代表 整個社會的需求 強度越強烈 它會產生效用越大 所以 這類未來的代表現 的需求強度 這就是 合作公民投票 你看 先進國家 他常常有 這個 在選舉的時候 也算益勇敢 總統選舉 或者是 這個中議員 或者 這個 參議員的選舉 這邊呢 就會加入一個 民意調查 就叫做一個什麼 Reperendum 就是國民意見的表決 那在美國 很常常有這種事情 當然啦 這叫公民票決 公民投票 已經有四百多年歷史 最早是在瑞士開始 就是對公公事務 表達它強烈的意願 在選舉 市長或者議員的時候 順便在你的選票裡面 有一個問題的爭議 比如說 要不要蓋一個運動公園 這個運動公園 要花十億 如果蓋一個運動公園 這十億怎麼來 這我們的規劃 觀點規劃是說 每一個家庭都要負擔多少 比如說 負擔三年或者五年 就可以找出十億 來蓋一個運動公園 如果你願意支出這個稅圈 那我們就來蓋這個運動公園 是這樣來做的 不是像這樣 都安全 基本上要負擔 那麵包都無表達 一個人的機會 不是這樣 所以喔 類似這樣一個 一個強度就出來了 假設說 有十萬票的 十萬個選民 結果百分之六十 認為說 哇 我願意付三年到五年的這個稅金 比如說 我房屋加稅 土地加稅 你家地加稅加稅 就財產稅加稅 然後三年到五年 加稅加到 所有的稅收有十億 那我們就在三年到五年 再來蓋這個運動公園 類似這樣 這種強度的管制 比如說 超過半數法 就是半數決 這是majority 入五 半數決 決定說要做 那我們就課稅 課三年到五年 比如說 本來的這個稅收 四億年是 有五億 好 我現在是增加了二十% 每年增加一億 五年就增加 加四十% 增加四十% 每年增加兩億 那五年就增加十億 這樣來蓋這個運動公園 也是這樣 那當然要公園投票的時候 是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贊成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貪求民意的一個地方 將來我們可能要學習這一點 常常要做公園票選 公園票選 公園票選的事情 那好了 如果計算出來了 這一分比 超過一億以上我們會考慮 如果錢很多 當然一億以上 就全部照單全收 如果錢不過的話 就是一直從三年五一直排 排到1.5的話 底下就放棄了 變成年齡再來 再來 下一個年齡再來 所以計算法是這樣的 計算法非常明確 問題來了 但我錢花出去了 很明顯可以計算它的成本 從第一年到第五年 我蓋這個運動公園 從前前後後 從規劃設計到開始動工到完工 每一年每一年都要它的支出 這要計算出它的限制 用那個回歸這個限制法 把它平平 這個平 叫做 叫做 devaluation 就把它平檢過來 平檢的辦法 就是第一年支出 比如說第一年 十億裡面第一年支出是 一億 因為是規劃還有 開始做一些 地基的建設的時候一億 第二年要兩億 第三年要三億 第四年要四億 總共是十億 所以第一年 就是一加零的利息 社會 這個叫社會偏好率 加上一個社會偏好率 通常社會偏好率 是用市場利息利率來計算 一般來說 是用央行所定的利率 來做一個利息 比如說我們訴訟裡面 常常說5%這個東西 這帶來一個社會的這個 社會偏好率 時間偏好率 利息就是一個時間偏好率 這個理論上不曉得怎麼說 才你們怎麼要了解 就是我現在如果借你 100萬 那我借你以後呢 規定 就是延免 這一年裡面 我不能公用這100萬 這一年裡面 就給你拿去用了 所以我就上次了 我的這個流動性 在這裡面 我就很忍耐 我其實沒有寫做到很忍耐 但我們本來知道 那是一年以後才拿回來 那一年以後 你要給我多少 你要給我105萬 這5萬塊是 因為時間的偏好 所以我願意放 你願意放棄這5萬 但是我願意放棄100萬 借給你 我100萬的所有錢 但你房子要給我105萬 這5萬就是我的時間偏好率的概念 所以5萬除以100萬就是利息的概念 好我們就第一年是 第一年是 1億除以1加0.05 括號0次方 0次方當然就等於1億了 第二是2億 父母是1加0.05的1次方 你第一年應該通常都是 第一年就不太算 第一年把它變成7期 所謂7期就是0年 所以就0次方 但第二年的時候 就1次方開始計算 第三年是2次方開始計算 3億除以1加0.05 括號2次方 第三年是2次方 第4年是3次方 1億2億3億4億 第4年是4億 第4年第5年是4億 所以1加0.05的4次方 這樣把它復原過來 叫做我們的資本 我們成本的限制 這是成本的限制 這簡單的數學概念 叫成本的限制 好 等到你開始做好 就開始營運了 你就開始有收益 當然呢 在營運的過程裡面 要不要成本 也要 就是Walking Care 這個時候你營運的成本 是每年每年 比如說要支出1000萬 管理這個運動工也要1000萬 好 你第5年的話1000萬是 1加0.05的括號4次方 這是你的成本 所以假定這個運動工 你可以用30年 所以你一直往後原生 到最後30年的時候是5000萬 每年都1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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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消費就開始來了 你在營運的時候 你第一年要收入多少 第一年可能收入5000萬 第二年又收入5000萬 就是第6年 第6年收入5000萬 一直到30年 每年都5000萬 你把這5000萬 除以第6年的時候 是5000萬 除以括號 除以括號 1加0.05的5次方 然後一直往後原生 到最後30年的時候是5000萬 除以1加0.05的29次方 好 這樣把這 這個收益的那個限值加總起來 把成本的限值加總起來 看收益的限值 有沒有超過這個成本的限值 假定成本的限值 總共合起來是12億好了 因為它是每1000萬 所以要很小 那個收益的話 我們估計5000萬的時候 可能的話是什麼 可能的話是只有10億加0.05 每年5000萬 再用25年是多少 每年5000萬 再用25年 事實上只有12億多 所以變成限值 可能不到10億喔 所以可能會在 估計的時候 要估計到更嚴重一點 就更深刻一點 就是說 會不會到第10年以後 它變成1億了 每年是1億 第20年的時候 它每年是2億的收入 如果有這個可能 我們可以看到 它可能整個的收益 合起來30年的收益 30年 剛剛前面5年是建設 後面要15年在收入 結果呢 收入 整個收入的限制 收益的限制 大概是在15億 假定說 我們成本合起來是12億 結果合起來的這個 效益的限制是15億 大概15億除以12 那這個一分比就變成什麼 1.25吧 因為15除以12的話 第一個1 然後剩下3 3乘3 3除以12是1.25嘛 所以剛好是1.25 那這個你的 你的這個 一分比它成1.25倍 那就差不多1了 是這樣計算的 所以效益的計算 這是最直接的 這直接就是說 我建設完什麼之後 每年每年收入多少 去把它還養成限制 還養成限制 這是代表沒有風險 情況之下 如果有風險的話呢 那你的利己可能要加高 什麼是風險 比如說我蓋在這個地方 會不會發生土石流 連在山邊 像我們去看那個 燒飯賽的時候 在那個Pennsivani的 Williams Brook Williams Brook 那個燒飯賽的地方 它這個山 中間窪 低窪 這個山兩邊就是 四面八方都相對高 在台灣的話一定會發生三分 或者是會有土石流 那裡面空無一物啊 就是幾個被子在那地方 那幾個簡單的設備在那裡 不像我們的棒球場中 弄一個水泥 水泥的棒球場那樣 水泥外 像那個天母棒球場 花很多錢 事實上沒有效益 我去蓋在那個燒飯賽一樣 蓋在那個燒飯賽的球場 蓋在那個燒飯賽的球場 蓋在幾個木頭 幾張木頭椅子在那裡 那就是燒飯賽的那個 那個捕手的後面 有一些網包裡 那兩網都是放什麼 放的就是木頭椅子 結果它在舉辦世界燒飯賽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舉辦世界燒飯賽的時候 很多世界各國人都來參觀 來看表演 看比賽 所以就有光光說出 我們花那麼多錢去蓋那個什麼 中華民火花那麼多錢去蓋那個什麼 天母棒球場是水泥蓋成的怪物 在那個408萬旁邊 那花了隔幾是3億5億 可能8億9億4億 但是外面看不到 按照到底是另外兩件事 要像美國一樣很簡單 很簡單 所以它的效益就很高 因為花的成本很低 所以這就是我們發錢的方法不一樣 那 這個計算 剛剛講到就是說 好 我們蓋了一個運動公園 然後這是剛剛講的 是直接消費 直接收入 那我們在直接收入以外 還有一個間接收入 什麼是間接收入 我們會想到說 這個運動公園蓋好以後 它是公園 除了這個運動公園它有收費以外 因為進去的人使用這個設施要收費嘛 使用者付費的觀念 所以它可能一年收五千億或者一年收一億或者兩億之類的 就看使用的很多不多 甚至於辦比賽 然後很多人來採官收門票 這樣一個活動 那除了這個運動 還有它的效益 什麼效益 比如說這一帶有一個公園 然後很多市民來這邊活動 這個活動就產生一個間接效益 其實一個好的公園管理 可以讓很多市民健康起來 那如果一個有用心的政府 甚至於說進入公園可以投10塊錢做清潔會 這個也是收益 我們不講說有10塊錢的這個清潔會的收入 我們就想到很多市民去那邊運動 那就產生什麼 讓市民健康 這個可以估計 估計說 這個地區的 這運動公園 估計因為空氣品質改善了 生活完全改善了 這個地區的居民 是不是身體健康好一點 是不是活了加久一點長壽 這可以比較被調查 調查結果 比如說平均年齡 這運動公園之前 他可能是平均年齡60歲 做了運動公園 有了運動公園之後呢 平均年齡他這邊到70歲 那這個就有價值了 因為他10年之差 很多人都很健康 代表什麼 他有相當多的間接效益 那你就可以做估計 那這個估計 你要去什麼看 就是要整個要去精算 那常常呢 在中華民國體制裡面 沒有什麼精算 就把它浮爛了估計 怎麼浮爛估計呢 比如說 台中港當時建設的時候 那一文筆把它定在 算出來是2.54 1976年我帶一筆寫信機 去那邊做調查以後 我寫了研究報告裡面 就跟他潑冷水 絕對不可能超過一 因為我到最前端去看 他的挑殺 每年都要輸去 逛這輸去運用就不得了 所以不可能無益 而且他當時 建設會估計的是說 會為什麼會 要2.54 因為他說 到了1991年 台中港的客戶不如量 會跟基隆黨一樣多 台中港的營運量會相當的大 還有台中港 台中港地區的人口 會增加到50萬 我當時去看 台中港附近的江振市去做調查 去訪問那些工商業的 工商業的這個企業家 還要訪問民間利益 都說不可能 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在那邊投資 人物還在流失 不可能在1991年 真的到50萬人口 到現在還沒有到50萬 可以想見 只能估計是太樂觀 所以他說建設台中港 以後呢 他的一分比是2.54 到現在是完全失敗 好 我們有了這個 一分比的觀念的時候 我們怎麼做我們的計劃 今年的7月1號開始 到12月31號 我們有半年的計劃 我們總預算是很有限 頂多每一個州是100萬 所以只能夠撥給700萬 所以每一個州在做100萬的這個計劃的時候呢 我那天在中央結束的 語言會議裡面有說一個報告 就是說 你怎麼樣是規劃100萬的預算 我的重點就是 我們這樣重點工作要推動 或者推銷 我們的公民 權利的這個公民的那個公民 我們的台灣公民 政就是ID 叫T TG的ID 台灣政府的公民政 這樣是我們主要的工作 我想來想去 每一個計劃支出計劃 都有一個最主要的目標 其他是次要的目標 那主要的目標就是直接消費 所以我就想出一個辦法就是說 各位州一定要去考量 你在這辦理裡面 如果有可能 你招募的人來申請ID 申請我們的那個公民身份證的 有1000個人 那你就賠100萬 因為我們1000個人的話 他來申請ID 我們就收1000塊錢 所以1000塊錢乘上1000個人 剛好是100萬 所以直接的消費就是相等 滑100萬出去 我們就收到這個申請 公民身份證的收入有100萬 也是剛好 那是剛好 也就等於E而已啊 但是我們要給他一個 間接效益的這個計算 什麼是間接效益呢 如果我們的公民台灣人 聽到有自己的公民身份證的申請 他就來了 那我就一直跟他說沒說沒說沒說 希望你來參加我們的什麼 研席會 好了 他就來參加研席會 不可能每一個人都來參加研席會 一些人裡面有九十幾歲的老太太 有三歲兩歲的小貝比 我一個朋友 我一個學長 台大感恩學隊的學長 他聽到我們在辦這個工作 他很幸福他打電話的時候 誒 申請然後我 問你什麼好 我三歲才沒跟他行見 我們也沒辦法 就歡迎你來申請 有三歲我們都給他申請 類似是這樣 他可能來上課嗎 三歲他的話我不會接受他來上課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就是說 參加這個申請ID可能有一千人 如果 如果我們把一本筆那個效益 效益是 要變成1.20的話 那代表你這裡面一千個人 裡面有兩百個人來 兩百個人來搜尋 如果 如果你把它變成1.3 就是1.3-3 這0.3 這0.3代表 你大概有三百人來搜尋 用這樣來計算你的這個間接效益 因為 把 之前愛意的人來參加研席會的 我們把它當成是什麼 是我們的間接效益 效果的話 那就是一個間接效益 這樣是不是最值得了當的 我們很多人都沒有擔任過公務員 更不曉得什麼是 預算怎麼編審 或者是預算怎麼執行 那一本筆怎麼計算 我這麼簡單的 也很具體的講出來就是說 理論上 有很多數學模型跟理論 那是我們以後在行政大學要參課的東西 當然要上這一課子 要有基本的經濟寫概念 有基本的經濟寫概念 有微經濟的概念 我們就可以在黑板上 寫很多數學模式 數學模型畫很多圖 來說明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現在我們不談這個 因為理論背景的前面 有很多實務上的工作 我剛剛講這都是實務上的工作 所以呢 我們用今天來計算一下 就可以很具體的 來做一個規劃 做一個預算書 這預算書裡面 可以說明清楚 我們要支出多少 那我們產生多少效益 那比如說這個支出的目的在哪裡 支出的方法在哪裡 支出的效果在哪裡 就是在產生的效益 這個部分來陳述 那我有實際的效益 結果我要找一千個人來收信 所以我申請一百萬 然後我估計 那會我這一千人裡面呢 會有兩百人 我鼓吹兩百人來上課 那這就是簡直的效益 就產生了 類似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給他一個 比如說每一個人來上課 因為我們的到水源來上課的收入 是水源的收入 那水源的收入為什麼會產生效益呢 因為水源的收入都做來建設整個水源點 比如說我們現在後面需要 需要希望能夠做一個廚房跟餐廳 廚房跟餐廳 我的理想中是不是只有150坪 而是說廚房跟餐廳 廚房如果是一層樓的話 廚房如果是30坪的話 我們的餐廳可能需要兩層樓 很大 很大的一個廚房跟餐廳 當然廚房沒有 當然比現在大 但是餐廳要大一點 我們希望能夠容量300個人同時吃飯 不要受困批 那因為我們 將來我們在後面已經蓋了 增加了150個床位 將來可以同時300個人來收訓 那這麼多人我們後面那一棟需要什麼 需要一個30個人或者20個人同時使用的廁所 那就要花錢 另外呢我們將來如果要在海美拿到證寫之前呢 我們要成立一個行政大學 我們需要教室 所以我們可能在六樓跟七樓呢 加蓋 把六樓跟七樓那個地方 塗出來的東西可能整修一下 然後把延伸出去加蓋 因為它的基礎層很穩固 基層基層那個基層 第七是七十六樓 要蓋七十六樓 要蓋七十六樓 第七 因為其實會有些時候 當時是蓋五十樓 然後加蓋上面一點點部分 那如果說我們需要教室的話呢 我們需要看行政大學的話 就可能會加蓋兩次 那可能就要花錢 所以去收集聯繫會議 所收入的每個人 交的六千塊這個東西 過去是五千塊 那現在六千塊的這個收入呢 主要是要用在 我們的水煉的這個設施 還有水電 我們夏天熱的要命 現在我們決定說 要裝癢了這個分泌式的水煉式的這個 很奇蹟 我是怕去年相當很熱 我記得去年的時候 秘書長都會說 我們開幕式 第一幕式都要穿西裝講話 我這個全身都失誤 很辛苦 當然這是一個毅力的訓練 但是很多學員 因為上課的時候很熱 在那邊煽風 電線出來 所以都是日風在那邊轉 所以也是不太有效率原則 那我們現在打算 有兩部的這個冷氣 温泌式的水煉式的這個冷氣計 那我們大家的這個 不管是講課的 或者是聽課的 都能夠安心的講課 跟認真的這個聽課 這樣效益會比較高 所以這個都要花錢 那要花錢 就要從這個收入裡面來 來支出 那這個不算我們直接的收益 但是呢 我們間接收到這個好處 所以我們把它 假如說 你要派人 拿來收訊 那就說 我的間接的效益可能是 就是那個 20萬 然後本來就我們把它計算一下 成每個原型化就20萬 上半就是30萬 這樣的話 你的總效率大概就是120萬 或者130萬 除以什麼 你的那個支出幾100萬 的宣傳功用 那就是一個比較大一筆的 是這樣子 我們每一個 我們現在從這個地方學習起 一個一個簡單的計畫 我們來做看看 將來 正式這個東西啊 多不足牛馬 很多地方要花錢 一個水溝 一個路邊的這個客 要把它做得好 一個修的 要把它做得好 就是要花錢 甚至做一個泥巴 圍牆什麼的 還有那個馬路啊 橋樑啊 特別是學校教育 我們將來最重要 最重視的就是學校教育 怎麼樣子把 流氓殖民體制的教育 完全把它削割掉 我們不要那些東西了 我們唯一 最大的改革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是有關 有關於我們腦海裡面的思想 一個國家或者一個 感谢观看